这一块鱼还可以倒的 这个下面鱼好多 还有啊 还有是银子 先把这个草鱼扎了 这个草鱼都四五条了 造反了 这个草鱼都四五条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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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四条鱼最少有二十斤了 这个草鱼都四五条了 这个草鱼都四五条了 六条草鱼 背都背不动了 这些就丢到鱼塘去了 这些草鱼都四五条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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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找鸡翅膀 坐在这个河野下来好几天啊 这条大梨可以做种鱼 今天繁殖荫很好 差不多两斤左右 现在是一块鱼 你会做这个鱼 这只鱼 要做这个鱼 这个鱼 这个鱼 这个鱼漂亮,全部都一斤多一条,大了两斤多 20多斤了,这里 躲在荷叶下去了 这个下面很多条 有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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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条 可能有三斤多的油条 有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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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十斤 有点 真的 都 慢走 拿走 你看你还记得咋的 四十多斤了 有四十多斤了 有四十多斤了 这个大叔养鱼真的很厉害 就这么八分田 养出来草鱼最少也搞了 三十多斤 这个鲤鱼还有四十多斤 应该七八十斤鱼 太厉害了 这几条大的可以 防止鱼鱼做种鱼了 颠都颠不起 这些全部挑走了 拿回家做一个还是养起来慢慢吃 慢慢吃 好 好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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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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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条 八分天养这么一条鱼 还搞了九条草鱼 七八十斤 它鱼苗只放了十几斤 能养出这么多鱼 真是高手啊 这小的放到这个 你们明年继续好养 我们这边养这个荷花鱼 这种小的明年放进去 又有这么多鱼 每年这样循环 基本上都不用买鱼苗 养鱼还是要向这些老师傅学习 十几斤 鱼能养出七八十斤鱼出来 八分天 真的需要技术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